古典深沉的种欧 浪漫童振的北欧 是每个旅行者的向往 而这是一段精心设计的 让您不留遗憾的旅程 五星级帝王公主号邮轮 旗舰级经典 最专业的当地持牌导游 精选的豪华酒店 各地风味美食饗宴 带您体验真正的全包式贴心服务 纽西兰业界最高熟悉的 邮轮假期专家 Jeffrey Evelyn亲自带队 纽西兰邮轮第一品牌 正点旅游出品 5月14号我们起航 在大家心目中 欧洲真的是不容错过的旅游胜地 这辈子无论如何都要去走一走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Evelyn 今年欧洲有些什么样的安排呢 其实我知道欧洲是每个人的梦想 可是我都会推荐 如果你对欧洲有一个普遍的概念的话 何不如把你欧洲的行程 整个搬到北欧 北欧现在已经开始兴旺起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北欧物价非常的高 你动不动呢 你一花的住宿呢 又小可是又贵 那我就会建议大家说 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欧洲玩 北欧它每一个国家 每个国家的特色 然后用邮轮来串接 因为邮轮可以减除你的交通 你又吃得好 你又睡得好 然后每一个地方都是首都 那你就可以去了一次 你就可以了解他那种国家的文化 然后有一些地方就停靠得非常的近 所以呢 如果你自己可以参加安上的活动 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导游 带着你去了解这个国家 就在一天的剪影里面 我觉得这样子是最划算最经济的 那其实就是又省时间又省钱的一个晚上 是 我们这个行程是5月份出发 包含有9个国家8个首都 有中欧两个国家 还有我们北欧呢 有7个国家 那经典的这个中欧 浪漫的北欧一次性玩到位 一次性到位 我们不希望你再回去维持 你只要当做你就是 人生就是去他那边一次 一次就把它玩得精彩 太好了 那Evely 正典旅游 推出来这个路线 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吗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其实也是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它是全包的 怎么个全包法呢 全包的就是你不用带钱 你也可以跟我们去玩 就是说我所有的费用都已经 全包了 含在里面 那这团费里面呢 不是只有帮你邮轮 帮你起票 我们还帮你安上活动 我们还帮你所有的精致美食 各地的美食 我们还包括景点参观的门票 我们还包括我们的职业 专业的导游 然后我们还包括导游的小费 司机的小费 所以我说你什么钱都不用带 甚至什么钱都不用带 你就可以跟我们去玩了 那真的损心 是很损心 这真的是全包式的 那第二个特色呢 其实也是我们非常自以为好的 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是全包式的 包到哪一些 包到当然还有豪华邮轮 可是最重要就是旗舰级的景点 什么叫旗舰级的景点 我把几个景点告诉大家 当我们到维也纳 一定要去参观他的美全宫 旧皇宫 那旧皇宫不是只有买一张门票 带您进去参观而已 我们在里面让您还 除了里面参观完了 我们在里面用皇宫的晚餐 然后我们呢 用完晚餐 我们再请您移驾到他的皇宫音乐厅 你看到古典优雅的皇宫音乐厅 在你眼前呈现 你就自身其中 听的是他们皇家音乐团的演奏 中场休息 我们还奉上香槟 让你感觉就是贵族般的感觉 这是旗舰级的景点 一开场我们就是端出这样的一盘菜 天啊玩欧洲就得这么玩啊 一定得这么玩 然后呢旗舰级的景点包括 我们知道常常你会读很多的旅游文章 你会发觉说 哎呀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小城 在哪里 在捷克 它就冻结在14世纪的一个小城 我们就带大家去那里 而且我们住在里面 而且我们就住在最中心的市中心广场上面 那你到晚上的时候你就算睡不着 你就是克伦诺夫夜未眠的情况之下 你都可以出来散步 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你可不可以遇到中古世纪的鬼 是的 这也是在欧洲的体验 你绝对想象不到 不仅如此 还有什么叫旗舰级的景点 就是我们的布拉格 布拉格两天行程安排满满 然后不仅带大家去参观教堂 那一定进去的 我们不是只有在外面照相而已 同样的旗舰级的景点 就是像我们的天文中 像我们在捷克 有一个叫做白色城堡 捷克世界最漂亮的城堡 在捷克 我们要去的就是它的白色城堡 我们要进去里面参观 OK 还有什么是旗舰级的景点 我说不完 可是呢 我们一一的都把它囊括到 我们的行程里面 包含当我们到俄罗斯的时候 我们还要去参观世界四大博物馆 其中一个东宫博物馆 也号称隐士卢博物馆 我们是进去参观的 现在每一天都限量的 可是我们已经早就帮你预买了这张票 你不用排队 直接进去 同样的我们去到了圣彼得堡 我们还特别安排大家 不仅是去下宫 我们还要去凯撒林宫 凯撒林宫或许大家都很陌生 可是我提到荧幕的景象 你一定会觉得说天啊 我就想在那里面 你想想看如果你看过任何的 俄罗斯沙皇 沙皇时代 他们在偏偏充满大镜子 金光闪闪的舞厅上面 皇宫贵族在那边翩翩起舞 如果你把它想到任何一个电影的场景 就是我们要去看的地方 可是呢也有好玩的地方 当我们到了芬兰 我们的这些 号称是北方白雪之都 对很浪漫 对可是我们五月去夏天啊 看不到圣诞老公公啊 也没有滑到雪啊怎么办 我们一大早我们就包场 我们把我们的冰天雪地的一个室内的冰天雪地 给包下来了 那大家在里面可以喝冰做的杯子 喝他们的福特甲 一辈子你要是在室温里面喝福特甲 你就觉得 喔火烧喉咙好难过 你只有在里面喝那福特甲 在零下五度的情况之下 全身 喔我们会提供雪衣 然后呢你就拿那个冰做的杯子 喝那福特甲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 为什么他们北方国度的人 喜欢福特甲 因为那福特甲真的好香好浓好甜好好喝 对那我们让大家在那边用 玩雪滑滑冰 我们是包场一个小时 这些东西我们做得到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的体验 每一次的旅游就是要给大家回来以后 就是收获满满 还有一个我们正点特别安排的 就是当我们到挪威首都奥斯路的时候 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1987年 举办冬届奥运的跳雪滑雪的地方 我们讲跳雪 跳雪就是很高很高的一个跳雪台 当我们的船航行到了挪威峡湾的时候 你已经远远就看到那个跳雪台 然后呢我们到了那里面 不仅是参观它下面博物馆以外 我们还要搭电梯 这电梯呢光一趟就要20分钟 为什么 它会帮带你呢 一直到跳雪台最高的地方 就好像你就是当时候的跳雪选手 上面很小的非常小的 然后呢你到上面去的时候 你够胆量你就是到前面去看 天哪就是真的的高 你才能够去 你才能够去欣赏 你才能够去为这些跳雪的选手 去为它鼓掌 天哪你要克服多大的人的勇俱 而且它是几乎垂直性的 我们知道那跳雪 你一跳出去身体要笔直 直接这样跳下去的 所以这是我们特别安排的 因为你必须要把时间拉得够好 然后呢不是很多人愿意做 多花这份钱带大家去做这种体验 可是只要你上去过了 你就会觉得说人真的伟大 人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渺小 我们就会开始去 我觉得我每次去我回来 我都会有一种感觉 我就会觉得说 各行各宴 每一个人我真的都很尊敬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专才 对不对 包括呢我们去到那边呢 我还要跟大家讲一个意思 就是小小的所思 因为我们知道挪威的国王 本身就非常的亲民 然后呢当时候呢 这国王呢 他每一天自己就会搭电车 带着他的狗冬天喔 带着他的狗 然后上来这边 他自己也去挑选 所以呢这东西你就到现场呢 在那边居住已经快30年的 专业导游 他告诉你 我来这边还跟我们国王打招呼 你那种感觉你会觉得说 这国家真不一样 国王这么亲民 对不对 意外是收获 我刚才有听到你有几次都提到当地的导游 其实刚才那个都已经有在当地生活过30年的 这种导游 那这个是你怎么样去安排这样的导游呢 这就是我们最自豪的地方 我们真的很自豪这个地方 欧洲我们知道欧洲是已经已开发了国家 对于这些导游的要求 他们尤其要直排 直排导游的他们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首先他必须要通过三个国家语言的通考试 如果说像我们刚刚讲的挪威 挪威他本身要通过他自己挪威语 然后再加上他自己要去选德语 然后或者是其他的语言或丹麦语 那另外英语也是必考的 通过他考试以外还有呢 国家的历史地理 而且他每两 每个国家不同 每三年每两年他们要renew一次 再重新考一次 所以他们要直排 非常非常严格 那我们请的呢 讲的是华语 我必须要讲的是华语 是 对 这也很重要 这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些历史点滴 这些艺术的氛围 透过他们自己本身在那边住那么久 他们都是已经移民 都是至少有10年以上 包括像我们挪威这已经30名 当他是8岁的小女孩 他就已经来这 他本身就是一个挪威人了 可是他的北京 他的上海腔的中文是至正腔圆 非常的清楚 那当他在跟你介绍这些 除了课本上面 除了导游知识上面 比较刻板的知识以外 他能加入他的生活的一些 企业 对 这才是最重要的 甚至我们的团员 问他一些有关于生活的方式 他可以很轻松对答 那你到那个国家 我们都常常会讲 当你去旅游 就应该Be a local 就是我就好像要当地人一样 我希望能够像当地人一样 你怎么能像当地人呢 如果你没有一个当地人的朋友 带你进去 告诉你我们就是这么生活的 那你怎么能够像当地人呢 那就缩短你的时间 在你一天的旅游当中 你就可以跟我们这 30年专业的当地人 然后去了解他们的历史文化 包括他带我们去参观 我们的诺贝尔奖和平奖 颁奖的市政厅的时候 四处四边画的都是他们的画 他可以娓娓道来 这是我们的以前的神话 这是什么故事 然后到最后他会告诉你 你知道为什么 诺贝尔不设数学奖吗 我们都不知道 诺贝尔没有设数学奖 为什么呢 因为诺贝尔呢 他终身没娶 他以前暗恋一个女孩子 那他跟他表达心意 可是女孩子不喜欢他 就要后来嫁给数学家 所以他恨死数学家 所以他绝对不是数学家 你这些东西 你只有在这么清楚知道 当地环境或这些故事背景的 这些导游过程当中 你才能知道的 是不是 这就厉害了 对吗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可是呢 这中间还必须要导师 带你入进去 缩短你 缩短你了解的认知的时间 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当我们去到俄罗斯 我必须要强调我们的俄罗斯 我们俄罗斯请的是 我们俄罗斯圣彼得堡 中方语言学院里面的 副教授级以上的人 的副教授 以前还会有助理 现在副教授级出来为我们指导 当他从 我记得我第一次碰到他们的时候 当我出来的时候 他找我们导游从未见面 他突然在我后面说 嗨 你好 我叫安东 的时候 我不是请了一个俄罗斯人吗 怎么变中国人了 就一看 既然真的是俄罗斯人 真的是俄罗斯人 他讲流利的中文 非常有利 不仅是讲流利的中文 他写了一首 你问他哪一个字 他甚至会跟你讲 我现在讲的这个中文是哪一个字 他用树枝马上在地上写给你看 这个字是这个意义 他可以 中国通了 中国通再加上当地人 这个太厉害了 一结合起来 我觉得旅游是一种经验 我强调现在的旅游已经不像以前 就是到此一游 现在旅游就是经验 我们正典旅游 为什么可以跟大家承诺 就是每一次跟我们出去玩 你有六星级的享受 你还有六星级的体验 你带回来是满满的旅游经验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非常的重要 只有我们的导游做得到 我们这些导游都是我们精选的 甚至他跟我们已经变成非常好的朋友了 除了刚才您跟我介绍的这些景点之外 那么关于吃和住方面呢 你们正典旅游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 这个你可以跟他跟正典旅游去玩 我先跟大家讲 我们先讲Ju Ju呢我是非常的跳 我必须要讲我个人非常的跳 包括我自己出去玩 我都希望就是在景点的正中心的地方 我希望能够把大家的时间呢 24小时尽量就把它全部用完 这是我的想法 当然大家也要休息 所以首先我们的Ju至少四星 有时候会碰到五星 但是为什么四星五星我们有不同的选择 由什么来决定 由他的地点 由他的地点 还有本身酒店的特殊性来决定 所以呢我们可以跟大家讲 我们的酒店都是早在一年前 或甚至更早 我们都已经订好了 我们都已经跟酒店有很好的关系 跟他订好了 然后呢这酒店有多近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我们在布拉格 在布拉格 布拉格的晚上 旧城区的晚上是灯火通明的 如果你看到很多布拉格的电影 晚上呢男女主角呢 他们一定会在广场上面呢 跳个舞是吗 你想不想晚上也出去看看别人跳舞 我不敢期望大家会出去跳舞 但是如果你出去坐个马车去游一下布拉格呢 有多近 你只要过个斑马线就到了 哦那么近啊 对 但是你想想看你有这么近 你出去shopping好了 布拉格太多地方 大家排队要去shopping的 买了以后回来老公负责拿回来 还可以继续再去帮你拿回来 就是这么近 4星级 4.6星级的酒店 不仅如此 我们那酒店还有一个贵宾室 在每天6点到8点的时间 招待甜点 招待酒水 非常的豪华 再加上里面舒舒服服 你有没有想过 当你酒店送上你一瓶的 Lavender 我们的 Lavender 薰衣草味道的舒眠喷剂 当你晚上的时候 你只要在你的床单上面一喷 一觉好眠到隔天 你什么的疲惫通通都不见了 因为你睡得好 他真送你那个了 很舒服 里面都还有咖啡机的 这是我们的基本要求 因为我们知道那酒店 最主要 正典旅游为什么会有这么东西 在一起都是今晚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 美食的部分也是正典旅游 最拿手的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你去哪里 应该要吃什么 这非常重要 去欧洲 好我们先讲 刚刚我们之前有提到说 我们到了维也纳 除了就是皇宫晚餐 然后听音乐会 这是真的不同凡响 当然我们也会去吃他的猪排 这我带过 可是最重要的 当我们到布拉格的时候 我每一次我们的北欧团回来 客人都跟我们讲说 哇 这个是美食之旅耶 我又吃美食 我又喝酒 因为我们一定会美食配美酒 这是一定上的 我们会去到布拉格 我提几个 我们布拉格有一餐晚餐 我们吃的是 百年地窖猪脚大餐 哇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你走下去 那个地窖的氛围 完全已经百年了不同了 哇 所有他们打猎出来的那些瘦皮 整个陈列在里面以外呢 然后当它断上了那个烤的香 奔奔的猪脚 一拨一入口就急化 真的是很棒 同时呢 还加上我们捷克的生啤酒 我可以讲捷克的生啤酒真的好喝 然后再加上我们还有 那个用捷克特别的乐器的一个表演团体 他来跟你还拉茉莉花 真的是太棒了 然后大家就冰煮尽欢 这是其中一个美食 这美食的部分真的是好多 另外呢就是当我们去到我们隔天呢 我们就在查理桥 我讲的就是当你去布拉格 最漂亮的桥旁边的那个西餐厅 我们去吃米其林推荐的晚餐 人家说你到布拉格 你要在那条漂亮的查理桥走十次 你才能当做你来过 我们就不用走他十次 我们就在旁边欣赏他一整晚 对吗 对吗 你就会感觉我吃美食 米其林是美食 我就在查理桥旁边 太棒了 美食再搭配美景 对 另外呢我们到了丹麦 你们知道丹麦出口猪肉很出名 所以我们去到丹麦呢 就它当地最有名的猪肋排大餐 的那个餐厅 我们吃的是猪肋排大餐 那个肋排第一片来的时候 他真的是给你一大片 吃完了以后再过来 还要不要 再要一点 他们说吃不完的 可是真的很好吃 客人呢每次Facebook回去就说 这个你比得过吗 只有正点有 OK我们的确是有 好了 然后呢我们去到德国 最有名的是我们的德国香肠 对啊 我们就来个三个不同的香肠 再配上德国的啤酒 对 让你享受一下 而且那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这样子 主角还必须要 还有配角 我们的配角就是德国的烟泡菜 如果你那泡菜找不对餐厅 它带不出香肠的那种 那种酸刚好带出香肠的那个熏味 然后结合在一起产生的绝妙的化学变化 只有你吃了你才会知道 大家还是吃很贵 对对对 而且吃到饱 这是非常棒的 然后我们到了爱沙尼亚 到了爱沙尼亚 我们塔林的时候 我们带大家到了爱沙尼亚的百年客栈 你一进去呢 氛围完全就不一样了 然后你要体验的就是 14世纪爱沙尼亚人吃的是什么 超健康的 都是那些骨脉内 可是呢 吃完了每一个人都跟我讲说 好好吃喔 又不鲜 然后又很香浓 而且又很健康 没想到完全颠覆 他们对于这些波罗的海三小国 他们的食品啊 他们平常的日常饮用的这些食品 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 当我们去到俄罗斯 我们到俄罗斯有一天呢 我们要去吃的是俄罗斯风味餐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我们真的是做过研究的 是网路上 不管背包客也好 就是背包客也好 当地旅客也好 网路上推荐第一名的餐厅 他呢很想 所以我们要很早就预约 然后进去呢 就给你吃当地的俄罗斯的菜 不打紧 还他们自己特酿的俄罗斯水果酒 好 每个人喝了那水果酒 然后又再去买几瓶回来 这个是最超值最超棒的喔 然后呢我们去到芬兰 这中间呢我不带过去的 我带过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中餐 中餐我们一样都是七菜一餐 可是我们去的餐厅 都是他当地最高品质的餐厅 让大家呢还能够回味一项家乡味 所以在我们的每个地方 其实我们是常常出去旅游啊 我们都会知道 我来到这个国家我应该吃什么 对嘛 我们要吃的就是他们的特色菜嘛 是的 我们全部都安排好 可是呢 但是说哇吃西餐 会不会花很多时间 这就是我们正典旅游 又不一样的地方 当我们出发之前 我们的团员就已经很开心了 因为呢他们常常接到我们的 E-mail就问他说 我们要去吃俄罗斯 光前菜主菜跟甜点跟饮料 你们要选什么 你们就自己选 所以他们都事先都自己 已经知道他们要吃什么 虽然要到生理其境的时候 我早就忘了 可是吃的都很开心 就是在吃之前 就是出发之前 他们都已经都选好了 所以我们去了 就节省大家很多的时间 所以你上去了以后 怎么会记得呢 哈哈这就是我们的 我们又另外一个秘密武器 我们已经把大家的餐单 都跟餐厅都沟通好了 大家去了 我们餐厅都会很准确的 依照每一个人 事先预点的 全部的上菜 那至于各种的奇妙的一些诀窍呢 你得要跟我们去玩 你才会知道 我们怎么帮大家省时 那我们北欧团呢 更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Jeffrey跟我亲自带队了 那这个厉害了 那这一点 我要真的要跟大家 给大家重申一下 Jeffrey和Aflin呢 他们在游轮旅游界 可以说是先驱 可以说是精英 他有几个资历 我要跟大家 告诉大家一下 谢谢 谢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呢 一个就是 国际游轮协会大洋州区 他们是 他们两个人是 纽西兰唯一的 华人高级顾问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纽西兰 TOP200 就是最顶尖的200个 游轮顾问 Jeffrey和Aflin 目前他们两是排名 第二和第三 另外我还要补充一下 就在最近 是上上两个礼拜吧 2月3号 就是最近了 正典旅游 刚刚获得了 2017年的 奢华游轮的 最佳销售旅行社 这个大奖 而且 Aflin本人 还获得了 这个 2017年 奢华游轮 最佳销售顾问 这个大奖 非常值得恭喜啊 谢谢 我觉得有专业人士 给我们陪同 给我们带队 甚至陪同全程旅游啊 这个经验是 不可多得的 这是 而且这是 非常难能可贵的 因为一些 经验啊 可以说是把这些 旅游的这些 这些 景点啊 路线啊 其实都给我们做了一个提炼 然后我们只要follow 你们这个提炼好的 这个精华 跟着你们走 是 就已经 就已经体验到最精华的精华了 我相信 Vicky讲的是对的 很多跟我们去玩过的团员 他们都觉得 首先第一 他们的整个预算 是透明化的 他清清楚楚知道 我就是花多少钱 出去他不用担心花钱 这第二个 省心了 对对对 第二他出去玩到就是最精华 就是刚刚Vicky讲的 这个太重要了 因为你像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地方 可能 人这辈子可能就去一次了啦 是 没有机会再去第二次了 我们也是将心比心 就当自己要去一次 然后自己又在旅游方面呢 又常涉略 常常走 常常玩 我们知道哪些地方 应该带大家去住 哪个行程应该帮大家安排进去 想想如果我好不容易去到一次 最后我没有体验到最精华 最该去享受的部分 然后就回来了 那我真的会很气啊 你花了钱最久你也花了时间 大家不是每一次都会想说 那我再去一趟吧 是啊 这是不可逆转的 有些东西是吧 对对 我觉得最重要在哪里呢 专业是我们很强项 那也因为专业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什么 我们知道这个产品 适不适合我们华人 我们知道该不该把这产品 含进去 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应该要怎么控制 我们知道哪一些是美食你该吃的 然后我们还知道 哪一艘船的行程走得最好 因为毕竟我们在游轮界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也一直很努力的在经营自己 所以在游轮界 我们的确是有不小的成就 所以我们是应该要帮大家 在这方面做一个把关 每一样的团的产品设计出来 都是我们在游轮 在旅游上面知识的结晶 其实这个地方我打断一下 其实刚刚我们俩进来这里 我们俩聊天之前 我问你这个行程 你就跟我有讲到过 其实在这个游轮上面 你定左侧还是右侧 其实都有讲究的 这个是完全颠覆我之前的想法的 绝对没有想到的 在这个路线里面 我定左侧好还是定右侧好 可能我花同样的钱 可是体验的东西 体验的东西的这个品质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一样 这个你要慢慢 等会我们私下再慢慢跟我讲 这个就考验我们的在约 我这个路线 我到底是应该定左侧的船 房间还是定右侧的房间 没错 我们会跟大家 每一个行程 我们都会有做不同的一个推荐 你应该住怎么样的房间 你在花多少钱 你的预算可以的情况之下 你是不是要让你的享受再升华 是喔 后来你在分摊下来的以后 每次我去把这笔数算给客人 只要他的预算可以允许他 他回来他们都会很感谢我们 首先定对房间 第二定对享受 第三 刚刚Vicky已经讲的 我们出去旅游 我就是要 不留遗憾 不留遗憾 然后我要享受 我要给自己一个最好的假期 对吗 我要回来以后 在我人生的记忆回忆里面 永远我回去回想他的时候 我就带着一丝笑容 啊 多棒啊 你看我那次什么都玩不到了 当我看电视出来 那些影片出来 又报导买一个国家的时候 就说 哎呀我去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耶 你真去过了 你不是只有到此一扁照个像 回来搞不清楚 这个像到底是哪一个国家发生的 是是是是 艾菲琳 我刚才听到你所有这些 关于景点啊 美食啊 是吧 中午的地方啊 这些介绍 我真的已经蠢蠢欲动了 但是我还有两个顾虑 啊哈请说 第一个顾虑呢 就是说 嗯我们 这个路线嘛 包括了这么多 囊括了这么多的国家 嗯那我的这个 对于签证方面 会不会有什么要求呢 有关签证这方面的事情呢 我也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你拿的是 纽西兰澳洲 香港 台湾等等的签证 啊的护照的话呢 你是不需要签证的 有效护照就可以 那我们中国朋友 会比较担心一点 中国朋友呢 你只要办一个签证 那就是欧盟的生根签 大家也都很熟悉了 所以呢 也不用担心 所以整个行程呢 你就只要办一个签证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个孤立呢 就是说 嗯我 我看了一下去到这么多国家 嗯嗯 反正都要下岸去走一走 玩一玩啊 对吧 那我是不是要准备 各个国家的币种啊 哈哈哈哈 我我我我强调一次 首先你是全包团 你不带钱都没事 你还真的是可以去玩 不带钱都没事 那我们要讲到零花钱的部分 零花钱呢 主要货币是欧元 至于其他国家 他也有他自己自己实行的货币 对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 你只要带着欧元 基本上你去到那边 都已经可以畅行无阻 嗯 畅行无阻了 嗯 然后呢我们正典旅游呢 有一个非常仔细的出团资料 所以呢就不用担心 这是会让你很惊艳的一个手册 手册里面也会提醒你 正典旅游的手册里面呢 会包括出团前的这个像提醒 包括您刚刚提到的 我们的货币啊 包括我们的这些摄影器材啊 我们的电器使用啊 我们的衣服应该怎么穿啊 这些所有的琳琅满目 我们可以想到的这些检查名单 我们都已经放在里面 不止如此 不止如此 这本书很多人很喜欢 因为呢这就是他这一次去玩回来 最精华的地方 包括Jeffrey按照日期所写的 每一个我们要去拜访的景点 含相片跟他的精彩的介绍 然后呢你想想看 当你回来的时候 出去23天 你还要去回想第一天 第二天第三天 你都是看着那本书 更神奇的是 我们做到上面写的 出团的集合时间 不会变动 所以呢 记不记得我们常常跟着团 如果你有跟团经验 然后导游说 明天早上我们六点集合 转头我就忘记了 我怎么记得几点集合 问老婆老婆也忘记了 怎么办 我们都在我们的中文手册里面 写的清清楚楚 明天几点集合 几点要退房 几点把你的行李放在房间外面 所以这本呢 是你出去旅游呢 你也不用去记 你明天几点要集合 然后呢 你回来呢 一路上走 你可以先预习 你也可以在景点过程当中 带着这本书去看也可以 那这一本就是一个秘籍吗 就是一个秘籍 旅游秘籍 回来以后就是你这一次旅游的回忆 好 很棒 好啦 那我完全没有任何顾虑 没有任何问题了 谢谢Epheline 谢谢Vicky 记得要跟专家去旅游